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此地无银三百两 张三在外打工已经好几年了 凭着会弃强盖房的本事 辛苦劳动 好不容易挣了三百两银子 他盘算着 回家后盖一所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再留点本钱做些小买卖 今后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苦了 心里很高兴 起初他用纸将银子包裹好 小心地藏在一只小箱子里 又在箱子外边加了两把大锁 张三看着箱子想来想去 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当 张三绞尽脑汁 终于又想出了一个满意的主意 一天深夜 他悄悄地溜出门 在房后墙角下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银子埋在坑里 可是他仍然不放心 万一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了银子 再来挖怎么办 他又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办法 他急忙跑回屋 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七个醒目的大字 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后将纸贴在买银子的那个地方的墙上 张三买银的举动 刚好被隔壁的王二看得清清楚楚 等张三睡熟以后 王二就去屋后悄悄地把三百两银子挖出来 偷走了 这个王二捧着偷来的银子 心里乐开了花 但他又心惊胆战 害怕张三怀疑自己偷了银子 就灵机一动 也在买银子的那个地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 上面依然是七个醒目的大字 隔壁王二不曾偷 谢谢大家